第163章 第二日,清晨的第一抹余晖刚刚洒向大地 萧岩便是早早地出了旅馆 并且在出来之时,还顺便打听了一下炼药石工会的位置 行走在清晨的街道上 萧岩想起先前在打听炼药石工会的位置时 那老板露出的惊异与颤媚的神色 便是暗自有些好笑与感叹 看来呀,炼药石这种高贵的身份 的确是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中了 不然,这些人也不会在提起炼药石工会时 便露出那般敬畏的神态了 黑炎城不愧是能够在加玛帝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城市 虽然此时是清晨 不过打劫之上依然是一片繁华 人生顶沸 而且偶尔还会有着护卫军整齐走过 铠甲互相碰撞的整齐声响 在清晨的天空上清脆的响起 犹如沉中一般 顺着旅馆老板所说的路线 萧岩慢慢的转过几条颇为修长的街道 转了好半想之后啊 方才缓缓的停下了脚步 抬头望着 这栋出现在眼前显得大气磅礴的建筑物 这栋房屋造型颇为别致 整个外形大致的看起来啊 就如同是一个药顶一般 在房屋的周围 还设置了犹如药顶通火口一般的窗户 高高的房顶之上 硕大的顶盖扑扑而下 将房间遮掩其下 目光在那建筑外 淡紫色的檀香牌匾之上 五个字迹隐隐有些模糊的古朴字体 闪烁着淡淡的豪光 炼药师工会 嘴中轻声的喃喃了一句 萧炎偏头四下望了望 发现所有路过这栋建筑的人 大多都会对牌匾 投去一抹敬畏的目光 当然也有一些路人 对着那一直傻傻的 屹立在烈药师工会外面的萧炎 投去些许诧异的目光 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 萧炎手掌轻轻地 抚了抚背后的悬中尺 然后这才对着烈药师工会 大步行去 走进门口 两名早已经注意他很久的 全副武装的大汉 却是伸手将之拦了下来 小兄弟 这里是炼药师工会 你要进去 有自己导师的介绍信吗 呃 介绍信 文言 萧炎一愣 心头有些疑惑的轻声问道 老师 那介绍信是啥东西啊 呃 这个我也不知道 斗气大陆上 每个帝国都有自己的炼药师工会 而且彼此间的规矩也不一样 我以前很少来加码帝国 所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戒指中 要老同样是有些恶然的道 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萧炎有些苦恼之时 一阵香风突然从后面扑来 在他的感应中 这阵香风的主人 似乎并没有闪避的意思 微微皱了皱眉 萧炎只得将挡在门口的身体 让了开来 萧炎刚刚让开 一道娇小的倩影 便是匆匆地停在了他先前的位置 然后也不理会一旁的萧炎 回转过头 对着后面娇声道 老师 你快点吧 哎 丫头 大清早的 这么急做什么 说不定现在弗兰克那老家伙 还没起来呢 苍老的声音有些无奈地从后面响起 萧炎 微偏过头 目光扫向那名踏着蓝散步子 缓缓 缓缓走过来的老者 眼睛转了转 然后停留在了他胸口上的徽章 只见那古朴的药顶表面上 竟然精心地绘制着四条银色波纹 四品炼药师 心头惊愕地呢喃了一声 萧炎再次拼过头 望着那站在身旁不远处的紫衣少女 女子年龄或许在二十左右出头 一张娇俏的俏脸之上 颇为美丽动人 身躯略微有些娇小 不过发雨却倒是颇为惊讶 该秃的秃该熬的熬 丰满成熟的娇躯之上 身着一套紫色的紧身炼药师服饰 这般看来 很是有些高贵的制服味道 毕竟炼药师的服装啊 可不能随便穿戴 不过虽然穿着练药师的服装 但是她的胸脯位置 却并没有任何代表品阶的徽章 女子一头长长的青丝 被一条紫带竖着 然后一直垂落到胶臀之上 甩动起来之时啊 轻轻地拍打着圆润的胶臀 轻微的滴滴声响 犹如是猫爪子一般 不断地抓挠着周围那些眼睛视线 有些不对的男人的心 似是觉察到消炎打亮的目光 女子微偏过头 望着消炎那身普通服饰 不由得柳眉微皱了皱 丢给了后者一个大白眼之后 然后对着挡在门口的两名大汉 娇哼道 让开吧 挡着好玩是吧 林飞小姐今天是来考取一品烈药师的吧 奥托大师啊 不愧是号称黑盐城最强的烈药师之一啊 短短三年时间 竟然便让得小姐成为一名 真正的烈药师啊 虽然女子的声音有些不客气 不过那两名大汉 却是赶忙地陪笑着 然后身体侧开 让开了一条通道 放心吧 等我正式成为一名烈药师 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女子笑隐隐地倒 玄机目光随意地瞟了一眼 身旁衣着普通的消炎 虽然她的老师与父亲经常教导她人不可貌相 不过她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少年呢 却是依然没有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 论帅气 黑盐城比她帅的帅哥一大把 论实力 就算对方是一名七星以上的斗者 在她眼中 依然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黑盐城啊 即使是一名斗师 看见她 也要恭敬地叫一声 林飞小姐 缓缓地收回目光 林飞微微摇了摇头 终于将所有的注意力从硝烟身上移了开去 初次见面 虽然心中谈不上什么补血 不过却也并未将之放在心中 纯粹的是当路人甲乙丙丁看待吧 嘿 走吧丫头 今天可别给我丢这张老脸了 不然以后 弗兰克那老家伙 肯定不会放弃这种笑料来笑我的 此时 后面的老褶终于懒懒地走了上来 冲着女子取笑道 奥托大师 见到老者 两名守卫大汉 连忙恭敬地对着老者 弯身行礼 对着两人笑着点了点头 被称为奥托大师的老者 向前行了一步 扫动的目光啊 突然停留在了一旁 无聊看待的硝烟身上 不由得 微微一愣 不知为何 他似乎有些 模糊地觉得 面前的少年 有些不同 不过 具体是什么地方 却又说不出来 放心吧 老师 不就是炼制一枚成型的丹药吗 这还能难得住您的弟子吗 林飞 娇笑着 拉住奥托大师的手臂 娇震地笑道 宠溺地拍了拍林飞的脑袋 奥托对着一旁的硝烟露出善意的微笑 然后拉着林飞对着炼药师工会内部走去 老师 你怎么对那人如此地和善呢 可不像你的风格哦 走进工会 林飞疑惑地道 总觉得那小家伙 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不过也说不清楚 或许是幻觉吧 奥托笑了笑 随意地道 文言 林飞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得跟着奥托快步对着内部行去 小兄弟 找到导师介绍信了吗 目送着奥托走进工会 一名大汉护卫 再次对着硝烟笑道 只不过 看他眼中疑惑的神色 他似乎并不认为硝烟能够拿出来 当然 事实 也的确如此 抱歉 那东西 我没有 无奈地 摊了摊手 硝烟 扬了扬下巴 刚才那位小姐 好像也没给你们检查介绍信 林飞小姐的导师 可是四品炼药师 奥托大师 你不会连这名头都没听说过吧 听着硝烟的问题 那名大汉看待他的目光 犹如傻子一般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硝烟突然缓缓伸出手来 你想干什么 望着硝烟的举动 两名大汉顿时脸色一变 手掌豁然伸向腰间的武器 大喝倒 没有理会两人 硝烟目光直直地盯着手掌 片刻之后 一股汹涌的紫色火焰 猛地自掌心中腾烧而起 紫火的炙热温度 让得两人脸色大变 凝聚石火 四品炼药师 金汉的声音 从两人嘴中不可置信地突出 以他们经常守卫炼药师工会的见识 自然是知道 凝聚石火 至少是必须四品炼药师才有可能办到的事情 不过 如果说对面召唤出石火的人 是一名行将就木的老者的话 他们倒还能平静一些 可面前的人分明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年呢 抱歉 我并不是四品炼药师 不过因为一些缘故 我能召唤出他们罢了 目光瞟了下周围 发现已经有不少人被两名护卫的喊声吸引了过来 一些眼睛尖的更是看清了消炼手中的紫火 顿时 几道震撼的倒吸凉气声在炼药师工会外响了起来 望着这一幕 消炼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得甩来甩手 赶紧将紫火熄灭 对着两名护卫说道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可以 小兄弟 大人 您里边请 面面相去了一眼 两名护卫赶紧卑微地弯下身子 恭敬地道 瞧得进个门都引出这些麻烦事 消炼只得在心中苦笑了一声 谁叫自己总喜欢低调 现在搞得身上不仅没有炼药师的徽章 而且连等级公会的等级徽章也不曾有一个 叹了一口气 消炼手指弹了弹绣袍 然后缓缓地举步 走进了这座几乎是居住着黑岩城内 地位最高的一种职业的建筑物 走进炼药师工会 一股淡淡的药香味扑灭而来 让得人有些心旷深移 大厅内部人员并不多 只有着寥寥数人在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似乎是听到了脚步声 一些人抬起头 目光瞟了一眼 挟覆着几乎要拖到地面上的巨大黑齿的少年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后 便是再次的埋头各做各的事情 他们并不认为 谁会有胆子 在炼药师工会来捣乱 站在略微有些清冷的大厅内 消炼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欲找个人询问一下取得炼药师等级徽章的程序 一名身着淡青色衣衫的女子 却是急忙地从一处后台中走了出来 然后对着消炎快步醒来 这位先生 看您面生的模样 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黑岩城的炼药师工会吧 微笑着来到消炎面前 轻衣女子美眸扫视了一圈之后 含笑问道 嗯 目光打亮了一下 面前的轻衣女子 消炎笑道 的确是第一次来 我来试想领一枚炼药师等级徽章 哦 您也是一名炼药师 文言 轻衣女子明显正了正 美眸在消炎身上扫了扫 恶然地倒 嗯 能告诉我有什么程序吗 并没有在意女子眼中的那么惊异 消炎笑着点了点头 您这边请 见到消炎点头 轻衣女子微微一惊 翘脸上明显多了几分恭敬 退后几步 来到柜台前 对着消炎微笑道 从柜台中拿出一张泛黄的古朴羊皮纸 轻衣女子束手颇为优雅地握着笔 抬头冲着消炎笑盈盈地道 先生 请您说出您的名字 年龄 以及导师的名字 雅韩需要替你登记 消炎 年龄十九岁 导师 要老 消炎略微沉吟 方才笑道 先生 可真是年少有为呀 听着消炎的年龄啊 雅韩心中不由地轻轻惊叹了一声 微笑着 小小拍了一声马屁 柳眉突然一皱 顿下手中的笔 思索片刻 有些尴尬的道 先生 您的导师的名字 似乎并没有在我们炼药师工会的记录之列 呃 他老人家呀 喜欢隐居 所以 未曾记录过 怎么 必须需要他记录才能领吗 这样的话 那我看还是算了吧 眉头 眉头皱了皱 消炎摇了摇头 然后 转身欲走 他没想到啊 这东西竟然如此麻烦 啊 先生 您稍等 见到消炎要走 雅寒急忙到 虽然没有您导师的记录 不过 只要您能通过考核 一样可以领到等级徽章 文言 消炎 这才顿下脚步 心中轻松了一口气 转身 笑望着雅寒 快手快脚的收拾好桌上的东西 雅寒将登记表拿在手中 然后 对着消炎引手道 先生 请跟我来吧 如果您能通过等级考试 那么 便能顺利的领到徽章了 嗯 先生 您试考核一品炼药师吧 牵手翻着手中的资料 雅寒随口笑问道 不是 二品 消炎摇了摇头 轻笑道 走动的脚步 骤然一顿 突然停下的身子 差点让到消炎撞了上去 不过 好在刹车急时啊 当下疑惑地望向前面身姿腰条的雅寒 您说 您要来考核二品炼药师 偏过头来 雅寒微笑着红润的小嘴 惊愕地盯着消炎 十九岁的年龄 就想考核二品炼药师 这在加玛帝国炼药师工会之中 可还是手力啊 嗯 有什么问题吗 微笑着点了点头 消炎淡淡地道 没 没有 回过神来 雅寒急忙摇了摇头 看向消炎的目光中 恭敬越来越浓郁了一些 轻声道 消炎先生 啊 叫我消炎就好吧 摇了摇头 消炎打断地笑道 好 雅寒好歹也是在炼药师工会待了一段时间 平日见的大人物也并不少 所以 听得消炎这般说 他也是省去了那些绕口的称呼 笑隐隐地道 你以前并没有领过职业徽章吧 对啊 既然这样 那你得先从一品炼药师开始考核 如果成功晋级的话 那才能继续考核二品炼药师 雅寒微笑着 将考核的程序与消炎说了出来 唉 那便一个一个来吧 文言 消炎一正 玄机 无奈地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雅寒行走的速度缓缓慢了下来 片刻之后 在一出大门前停了下来 在大门之外 四名身形彪悍的大汉 正全副武装地守在此处 目光在四名大汉胸口上扫过 消炎心中微微感到悍然 他发现 这四个人 竟然都是九星斗者 而且 看其中一人 那平稳而悠长的气息 显然 已经停留在 此级别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观其眼中 偶尔掠过的金光 进入斗师级别 似乎只日可待 特亚大叔 里面的考核开始了吗 亚恒将手中消炎的资料 递给那名实力最强的大汉 笑隐隐地道 还没有 不过快了 你又带新人进来了吗 看起来似乎挺不错呀 那名被称为特亚的大叔 目光在消炎身上扫视了一圈 心中生起一股惊异 以他的实力 竟然看不出面前少年的底来 嗯 好了 进去吧 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登记表上面的资料 以及印章 特亚 这才从怀中 掏出一个黑色笔章 笔章上面 会有一个大大的五字 这是你的考号 别弄丢了 结果臂章啊 消炎将之套在手臂上 对着特亚 感谢的笑了笑 消炎 下面便只能你自己进去了 按照规定 我们是不能随便进入里面的 见到手续已经齐全 雅寒清笑道 多谢了 笑着点了点头 消炎对着几人拱啊拱手 这才挤身闪进大门之后 宽敞的大厅内照得犹如白肘 此时的大厅内 正簇拥着不少的人群 窃窃私语的笑声在大厅内偶尔响起 消炎的目光在这些人胸口处扫过 惊异地发现 他们之中啊 竟然多数都是真正的炼药师 在人群中 消炎居然还发现了两名四品炼药师 其中一名正好是先前消炎所见到的那位 被称为奥托的大师 而另外一位 同样是一位老者 听周围人的称呼 消炎方才知道 这老人 便是黑炎城炼药师工会的会长 弗兰克 在大厅的中央位置啊 精心地设置了十几个彼此分隔开的石台 在石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炼药器械 此时 在这些石台内 正有些迫不及待地站立着的七位年轻人 而那位叫做林飞的女子 也正好在其中呢 弗兰克 雪妹呢 怎么还不见她出来 考核时间快到了 奥托目光扫了扫桌面上的沙漏 偏过头 对着身旁那与人交谈的弗兰克说道 别急别急 这可是雪妹第一次考核 她自然是要准备齐全 摆了摆手 弗兰克望着等待的有些不耐的奥托 苍老的脸庞上露出一抹笑意 文言奥托撇了撇嘴哼哼哼道 还有十分钟 还不出来 就算你是会长 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延长考核等待时间 笑了笑 弗兰克转过头 视线在大厅内扫过 最后 微微一顿 望着那不知道何时进来的少年 目光扫过他手臂上的臂章 不由得有些诧异的道 小家伙 你也是来考核炼药师的 生平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同行 硝烟心中有些兴奋 听得那弗兰克的询问 微微一正 旋即点了点头 瞧得硝烟点头啊 弗兰克老脸上更是多了一抹惊异 笑道 小家伙的年龄是 十九 搞不清楚 这位明显看起来地位不低的老者想干什么 硝烟只得如实地回答 听得硝烟的回答 不仅弗兰克惊异了一声 就连那奥托也是将目光转移了过来 当他望着硝烟之后啊 不由得一愣 旋即含笑道 先前我就说过 这小家伙似乎有点不平常 原来你也是一名念药师啊 不过为什么我先前竟然没有感应 按道理 实力在我之下的人 很难在我面前掩饰身份呢 听得奥托这话 硝烟也值得满脸茫然的摇头故作不知啊 有着要老的守护 以老者那四品烈药师的实力 又怎么可能发现硝烟的真实底线呢 不过好在奥托并没有追根究底 见到硝烟茫然茫然的模样 便是停止了询问 十九 老奥托呀 这小家伙的年龄 可是比我们两个的弟子 都要小上一段距离呀 弗兰克 称赞道 哈哈哈哈 还是等会儿 这小家伙 顺利通过考试 再赞扬吧 虽然话有点损人 不过前两年临飞十九岁时 不也来过考试吗 摇了摇头 凹脱笑道 虽然他并没有看不起硝烟的意思 不过十九岁 便想考取炼药师徽章 这在黑岩城的炼药师工会中 似乎从未有过 你那丫头 那时候纯粹是来捣乱的好吧 那时候的他 可差点把药炉给炸了 弗兰克摇了摇头笑骂道 虽然先前他嘴上是如此的说 不过他也清楚啊 十九岁 便想考核炼药师 难 毕竟啊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 除了先天灵魂属性之外 还必须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 并且在成为斗者之后 你想要成为一名炼药师 那就至少还需要在导师手把手的教导下 初步的将炼药术学会 而这个学习阶段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总的来说呀 十九岁想要成为一名炼药师的话 那么他必须在十八岁 甚至十七岁之前成为一名斗者 可这种有些恐怖的修炼天赋啊 算起来 可是比炼药师的独特灵魂属性 还是更要少见 所以 即使弗兰克与奥托 见多识广 也难以认为 面前的少年 能够成功的通过考核 得了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当年 私下给学妹开小灶考核 她也不是 一样把药顶给炸了吗 瞧着面前 互相接牢底的两人 萧炎 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欲开口询问 一道略微蕴含着 些许冰冷的 淡淡声音 突然地在身后响起 老师 抱歉 我来迟了 这突如其来的冰冷娇声啊 犹如雪山上 血沿互相敲击的清脆灵动声响 颇为动听 至少 在这声音响起之后 萧炎发现 大厅内的青年 至少有一大半 将略微有些炙热的目光 投向了她身后 抿了抿嘴 萧炎也是 有些好奇地 缓缓偏过头 望着 那从大门处 优雅行进的 银袍女子 眉间微调 目光中 隐晦地 略过一抹惊艳 多级 多级